上次講到,大家爭著看銅網鎮的鎮圖,這張鎮圖是彭啟畫出來的。 當時蔣四爺就說,喂喂喂,大家不用那麼虛陷, 識字的就走前一點,不識字的就不用走那麼前。 公孫先生說,我都不行,我雖然識字,只不過破銅網鎮這些,我不懂的,你們看看。 蔡館落魏昌也要退後,蔣四爺說,喂喂喂,你就不要退後了,你是王府的人,你幫我們參場一下, 那魏昌才不走開,那黑繞湖智花是入過銅網鎮的,小諸葛沈宗元也入過去的,他們參場了一整天,才明白他們跌那麼多,於是卷起來吃晚飯了。 大家就問三十六爺,喂,彭啟現在怎樣? 三十六爺說,現在仍然用迷魂藥餅按著他的頭,由盧賓和老英兩個看著他,一早一晚就給米湯喝那樣。 智花說這樣就很好,不過這樣,千萬要留下他的活口就行,不要等他死了。 好了,到了第二天,大家又是看鎮圖了,忽然間有人進來說,回賓各位老爺,外面有君山飛叉太保鍾鴻在那裏求見。 那麼,於是大家就出迎接,出到門口,一見飛叉太保鍾鴻,大家立刻見禮。 還有,雅刀鬼文華,神刀手王壽,金黨無敵大將軍於蛇,金槍將於義,肉麵貓鴻威,菜地鼠寒涼。 大家見了禮之後,有些是認識的,有些是不認識的。不認識的呢,智花就介紹,問起顏大人的事情。 智花就將大人的情況,講過給他們聽。智花問鍾鴻,你們是從君山那裏來的? 中紅說是呀,有黑水湖的樓羅兵,甲風生的債主,來到我這裏。 那麼,我計下的日程,大人肯定到了襄陽的了。 那麼,近來我家人謝歡,就訓練了兩百名樓羅兵,我都將他帶來的了。 還帶了四個兄弟來,連洪威、韓梁他們兩個。我們有幾百人,如果是入襄陽城,就太過招搖了。 所以就叫謝歡帶著他們,扎了小行營在小姑山上面,等候信息。 要用他們的時候,再叫他們來。於是,蔣四爺就帶他們先去見顏大人。 顏大人就叫請他們進去。於是,鍾鴻進去,拜見顏大人,雙室跪地。 顏大人就躲起來,吩咐從人扶起他。 顏大人以為鍾鴻是管理水漢二十四宅的大債主,當然是五官兇惡的了。 誰不知,這個鍾鴻竟然是民人打扮,臉如白玉,五官清秀,三寇短蘇。 顏大人一看,說他民眾的盡視,這個就不錯的。 相似的,但是說他沒有探花,就不太相似。 鍾鴻行完禮站起來,顏大人就伺了個座位給他。 再叫他神刀手王壽,金槍將於義,雅刀鬼文華,金黨無敵大將軍於蝦。 來到見大人,顏大人見他們,幾乎流出眼淚。 為什麼呢?因為金槍將於義,和白玉堂很相似的。 顏大人一見,就想起自己的白五底了。 於是玉面貓洪威,蔡地鼠韓良都進來拜見顏大人。 顏大人就略為問了一下軍山的事情,於是就叫蔣平帶他們出去款待。 大家告辭出來,坐下之後,喝過茶。 大家對那種鎮圖很感興趣,於是就看那種鎮圖了。 蔣平說,我們大家來計議一下,幾時去破銅網鎮嗎? 自發華鎮圖,我就看了一下日曆,明天就最好了。 剛好,這個時候有人喀喀聲笑,哈哈哈哈。 哎呀,如果來遲一步,我就趕不及了。 我五叔很疼我的,如果我殺了王虎的一個賊人,就和我五叔報仇了。 大家一看,原來這個人是喀虎。 他一進門,向這個叩頭,又向那個叩頭。 因為他來得最遲,所以進來要向那個長輩叩頭。 叩頭之後,有些就不認得,還要跟他介紹一番。 也有人向他叩頭,誰要向他叩頭呢? 那個大漢屎雲,就要向他叩頭。 好了,行完禮之後,大家就看鎮圖了。 個個叩虎,真的看得眼睛直了, 只不過他又不敢問。 自發說,哎呀,叩虎,你又不識字, 你猛逼過來做什麼呢? 你識字的了。 叩虎說,我雖然不識字, 我看一張圖樣,明天我都好去。 蔣四爺就問他,喂,外面還有兩個人站在那裡, 是誰來的?是否和你一齊來的? 叩虎說,哎呀,我差點不記得, 兩位大哥,快點進來。 原來,這兩個人,一個就用金剛張炮, 另一個就雙刀張馬龍, 因為叩虎保持思進路過鵝牛山。 叩虎稍微落後一點,思進被山賊捉了上山。 叩虎一追,轉過山口, 劉羅兵就追下來了,要劫叩虎。 叩虎就追回頭,一見,原來是熟人來的。 一見到這個熟人,叩虎就有點憂了。 他就說,喂,喂,二哥,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? 哎,原來這個人是熟金剛張炮, 張炮一看,見是艾虎,大家莫然, 立刻行禮了。 張炮就請艾虎上山,到了分贓廳, 看到雙刀將馬龍,艾虎就過去行禮了。 馬龍扶起他,哎,真的想不到你來到這裏, 喂,你為什麼會來到這裏呢? 我們正是想我去找你。 艾虎說,哎,真是港旗上來一匹布那麼長, 那你先放了我們的師大哥, 啊?師大哥?哪個師大哥? 艾虎說,就是顧此院的師大哥,師俊, 是個結拜大哥,馬龍立刻對張炮說, 哎呀,是不是呢? 我都說不要下山打劫他, 你一定下山去打劫,你看看, 現在搞出這樣的事情,快點給他鬆綁, 於是將師俊鬆綁, 入到分贓廳,大家見了一面, 張、刀、張、馬龍就說, 後面現在有些閒房的,叫嫂在後面先住, 於是師俊在前,張炮請聚, 哎,將師俊押在他交椅那裏, 正中間落座,就吩咐擺走, 後門呢,劉羅兵守住, 就算是邊國都不准進去驚擾他們, 於是師俊向大家講起自己的事情, 艾虎於是就問張炮馬龍, 喂,你們為何在這裏佔山為王呢? 馬龍說你不知道, 上次你們走了之後, 我們的事情就發作, 幾乎被那些官府捉了去, 幸好那些劉羅兵救了我們, 如果沒有這些劉羅兵, 現在我們死了就不頂了, 現在在這裏佔山仔, 暫時妻身等你們, 艾虎說你等我又怎樣? 馬龍說,等你叫見顏大人去求一下他, 艾虎說是, 那就行了, 我們一起去, 大哥, 你這樣, 你就放火燒了山仔跟我們去, 於是第一組就叫劉羅兵收拾下山, 叫馬龍寫一封信, 叫劉羅兵送去軍山, 所有山寨的東西, 大家分一份, 金氏夫人就上了繳, 馬龍張炮, 就護送施進去顧此院, 本來那個施老爺, 病得很重的了, 已經睡得不起來了, 那天忽然有人來報, 說少爺少奶回來了, 施大人一高興, 叫家人扶他起來, 記得施進帶著金氏和街衛, 三個人進來, 向老爺溝頭, 施老爺一高興, 那些病當堂好了一半, 施進就在父親面前, 將所有自己的事情, 長長細細稟報一番, 但是這樣, 遇險的事情一概沒有說, 為什麼呢? 怕刺激的老人家, 後來, 將艾虎帶進去, 跟他們見面, 好了, 到了第二天, 金氏呢, 就向家裡的洗馬打聽一下, 那些洗馬告訴他, 說左近有個地方, 那個地方叫做太歲坊, 對面呢, 對面呢, 就有一間小藥王廟, 那間小藥王廟, 求籤很靈的, 於是, 金氏呢, 又想去求一支籤, 但是, 施進不肯讓他去, 金氏夫人不肯讓他去, 去吧, 不要緊的, 施進想, 自己的老婆這麼誠心, 知道他又怕去到這樣的地方, 去燒香拜神, 你說出什麼事, 那就不妥了, 於是, 就跟艾虎, 張炮, 馬龍講起這件事, 艾虎說, 哥哥, 這個是阿嫂的一片孝心, 你也不用這麼擔心, 如果遇見壞人的話, 有我們三兄弟跟著, 那就用不怕, 艾虎這樣一講, 施進心就有點動了, 他說, 既然這樣, 吃完早飯之後, 你們三位就辛苦一次, 果然, 吃完早飯之後, 裡面傳出來, 說三位老爺準備跟繳, 跟他求籤, 金氏娘子, 換身裙報警察, 就上了繳, 他就明知道, 後面有三位英雄跟著他, 好了, 來到小藥王廟月台之前, 下了繳, 艾虎那三個人, 就在門邊站在那裡, 過不其然, 那裡西邊, 一大西房, 走廊下面, 擺在八仙桌, 八仙桌前面, 有個惡霸坐在那裡, 那個惡霸身邊, 有二十幾個打手這麼多, 這個惡霸身, 同眉, 怪眼, 長鬍鬍, 在那裡, 好像個髮巾坐在那裡, 他一見金氏夫人下了繳, 一眼就看到, 嗯? 一看到, 他看中了, 立刻分手, 喂, 跟我過去搶他過來, 那有個牧人, 叫做王虎, 他本來是做總管的, 他說, 喂, 上宮, 不行的, 這個人, 不是那麼好華為的, 如果, 嘿嘿, 你撩鬥他, 好像統馬蜂窩那樣的, 各位, 這個惡霸是誰呢? 原來, 他是太歲方一伏, 太歲東方明, 東方明, 依仗自己手下人多, 叫周圍的人亂講, 說這家小若王給個好靈的裘遷, 真是呀, 過去未來都可以知道這樣講, 其實呢, 放這種聲氣出去, 想說引女人來的, 如果你說有些美女人來到, 讓她一看中, 她就要搶了, 剛好, 那天呢, 剛剛讓她看到金氏夫人, 她亦都想搶, 王虎就說, 二老爺呀, 搶得的, 這個是金徽金之虎的女兒來的, 是師槍師帶老爺的媳婦, 你看看搶不搶得呀, 這樣還是小事呀, 你看看, 門口那裏, 有三隻老虎站在那裏的, 那三個呀, 跟著來的, 國地太歲, 咦, 嚇了跳的呀, 果然, 那邊張豹, 你們看就罵了, 嘻, 以任此理, 而再近一點, 近一點, 就把眼睛掛得出來, 東方明, 哎呀, 一扭頭, 喂, 那麽搞法呢, 哎呀, 真是不太好了, 我這兩天的兒子, 又什麽都聽不見, 那班下人就好了, 聽不見就好了, 少點是非, 馬龍在這邊都勸著張豹, 他既然沒有動手, 那就不要理他了, 等著金氏夫人, 求然簽, 拿了簽帖, 給了香油錢, 然後就上繳, 放起繳簾, 抬起來就走了, 張豹在下面還說, 現在呢, 就算是益了你了, 規規矩矩, 講這句話, 然後才走, 艾虎呢, 因為急著去襄陽, 他恨不得立刻就走, 好了, 回到家見了施進, 翌日就告辭起來了, 施進是不想讓他走的, 想說請他住多幾日, 艾虎就不肯, 一定要走, 於是施進, 又拿出二百兩銀出來, 給他做路費, 艾虎就不肯收, 他說我們這裏有很多盤費, 如果沒有, 那一定會讓你拿的, 是這樣的, 於是他告辭起程, 一路去襄陽, 趕著去破銅網陣, 艾虎, 張豹和馬龍三個人起程之後, 正所謂曉行耶穌, 來到襄陽, 來到上院衙, 艾虎就叫他們進去, 他就不肯進去, 艾虎呢, 進去什麼呀, 你們進去吧, 進去, 在大廳外面等著便行, 怎麽不知道他們一等, 艾虎進去不出來, 張平現在這樣一問, 問外面那兩個人是誰, 艾虎才醒起, 才叫他們進去, 好了, 進到裏面, 大家見面, 講明來意, 艾虎就說, 什麼時候去破銅網陣呢, 志花說, 你不用打聽呀, 什麼時候去都好, 總之不准你去, 艾虎說, 艾虎, 艾虎很疼我, 師傅, 你讓我去吧, 張平, 現在講這麼多做什麽呢, 明天再講呢, 好了, 到了第二天一早, 顏大人就吩咐預備走飯, 所有破銅網陣的人, 無論大小, 無論老少, 每個人面前, 顏大人親手倒三杯酒, 大家就說, 我們是何德何能呀, 怎敢勞煩大人來倒酒呢, 大人說, 不用那麼謙虛了, 他又準備了一位酒席, 將白老五個骨灰瓶請出來, 顏大人親自墊茶墊酒, 暗中討告一番, 大家也過來扣了頭, 然後大家坐下來喝酒, 顏大人說, 你們各位喝酒吧, 本院就不陪你們了, 於是顏大人回到自己的房間, 好了, 剩下那班人在那裡喝酒, 在那裡議論, 掌死爺就說, 現在我們商量一下, 今晚誰去, 這句話都未曾說完, 這人說我去, 那人說我去, 那人說我去, 那人說我都去, 除了智化, 沒有說要去之外, 所有的人通通都說要去, 蔣四爺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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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嘻, 這個要去, 那個要去, 全部都去了, 那上院牙就剩下顏大人一個人在那裡, 如果你說有什麼差池的話, 誰負責得起, 總要留的人來守家, 非差太保中鴻就說, 我們從賓山來到這裡, 也不想拿什麼任務, 如果你說要人手使用, 要用兵, 我們在賓山就帶了兩百名流羅來, 現在殺在小姑山, 如果要用他們的時候, 就請你早點吩咐, 我們就將他們調來坐陣, 蔣四爺一聽說, 鍾卿, 我們這裡破銅網的人, 卓卓有餘, 不過只怕, 到了晚上一動手的時候, 殺到黃姑的人, 東跑西巔, 怕他們走出城外, 煩勞債主哥哥你, 帶二百名流羅兵, 過了海河雕橋, 將雙陽城四周圍的城門圍住他, 就是四面城門要圍住, 如果有與城而過的, 一定要在那裡抓住, 這樣就可以了, 非差太貝一聽, 三圍笑而已, 這樣, 蔣兄你先頭吩咐, 我們在城外, 等候捉賊, 那我中紅帶著流羅兵, 在城外等候捉人, 如果城內有用人的地方, 我們還有四個兄弟, 城內如果沒有其他事情, 我們一起出城就可以了, 蔣四爺說, 債主哥哥, 你又不用多心, 乘理乘惡都是一樣的, 中紅說, 既然這樣, 我們便出城了, 中紅於是便笑嘻嘻, 現在我們便告辭了, 於是蔣四爺都吩咐他, 帶上盤廢, 中紅這班人歡歡喜喜地走了, 但是大家可以聽得出來, 中紅這部戲好像有點不順, 如果中紅這部戲不順的話, 破銅網陣就不容易了, 後事如何, 下次再講。